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不要回头 不必低头 拐角的钟 留下的事斑驳 看过多少离合 不少你我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不要回头 不必低头 拐角的钟 留下的事斑驳 看过多少离合 多少离合 太悲催了 昨天又录影录到五点钟 我还没等睡着 楼下的大爷大妈们就开始沉练了 宝宝 你的工作太辛苦了 我不辛苦我命苦 早上唱晚上跳这样一帮邻居 我的睡眠状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禁忌状态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你应该把你的那个床铺租出去 反正你每天要睡不了几个小时嘛 还能赚点小钱 闭嘴 我以为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被催的工作才会睡眠不足 梅子你这种早睡早起的专业作家 怎么都熬出黑眼圈了 你被人催稿了吧 梅子 一个有着健康生活习惯的作家 梅子最喜欢吃芥末凤爪 她说凤爪可以以行不行 只是最近她好像有些烦恼 凤爪 别提了 我们家楼上这两天新搬来了一个邻居 她一到晚上她就开轰趴放音乐 我都快被逼疯了 你怎么不跟物业反应一下 就是啊 我反应了 没用 她依然我信我素的 你是不是不敢去找她 你要不敢去找她的话 我陪你去啊 我不是害怕 我只是不想跟陌生人打交道而已 不过梅子 我看你这眼神 你最近桃花肯定多多开吧 你真的去认识一下吧 没准她是一个 拥有八块腹肌 任玉萱的大帅哥呢 算了吧 我的Mr.Right 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作息和素养 至少也得像我一样 早睡早起 饮食健康 这样才合拍嘛 对不对 所以依我看 能够拯救精神不济 最好的良药 就是美食和爱情 真爱离我们仨太远了 所以我有一个郑重的决定 叶老板 麻婆豆腐 好嘞 就是麻婆豆腐 这一天 吃饿了 吃饿了 老板 我的那份鸭舌算了吧 好嘞 兄弟 怎么每天这么晚都能看到你啊 刚睡醒总得吃早饭吧 刚睡醒 你过的美国时间呢 和修 爱音乐 来跟朋友聚会 习惯睡到日晒三干才吃第一顿饭 最喜欢的菜是卤鸭舌 更严重的话会诱发胆结石的 特殊工作者已经习惯了 没有办法呀 特殊工作 什么特殊工作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一个导演 导演哪 导演 你们开过什么眼儿 现在演员这么赚钱 你介绍个角色给我呗 偶像剧 演员 舞打片 我就是一个小的广告导演 而且 而且最近没什么活儿啊 哦 好 好 好 这样啊 嗯 开心 开心 你干啥 小妞要不要进来一起玩吧 请你小声点 你楼下邻居 太直白了 不行不行 亲住十一楼 我住十楼整 日日闻君不见君 敬请君安静 不行不行 太瘟疫了 他看不懂怎么办呀 亲 能不能麻烦你小声一点啊 你影响我休息了 这也太淘宝了吧 明天晚上七点半深爱食堂见 我想跟你谈谈你的邻居 来啦 来啦 呦呦呦呦 这不是大导演吗 今儿怎么来这么早 有一个邻居约我吃饭 但是我们没见过面 我感觉好神秘 好刺激啊 这则是女孩子写的呀 嗯 难道不成 是你的暗恋者 我这么帅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得了吧你 其实我早就想约邻居们出来聚一聚啊 可是现在邻里之间啊 都不打招呼 我真的好孤单啊 所以每次啊 我都把朋友们叫到家里来看大派对 很晚都散了 不过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样子 下次我开派对的时候 你也一起来玩吧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对了 你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呀 我搬过来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 半个多月 嗯 嗯 你说这邻居是不是放我鸽子了 他可能遇到什么事耽误了 你赶紧吃你的 算了 这你吃吧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们家楼上这两天新搬来了一个邻居 他一到晚上他就开洪趴放音乐 我都快被逼疯了 他的邻居 不会是梅子吧 救命啊 有没有人在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去 缺不缺得啊 大晚上装修 好 大晚上装修 我 krypto 我 Brilliant 有没有人在那里 可以吗 7 3 2 1 7 3 2 1 7 3 2 救命啊 有没有人在啊 有没有人在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 谢谢 那个 我没想到楼下住了个美女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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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是 比风生刺激多了 算了算 没事没事没事 我走了 那个以后有事记得当当当啊 然后身材不错 记得换密码啊 好 何修的仗义元首 让梅子了解到她的另一面 梅子意识到 其实只要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了解 就可以破译通往心灵的摩斯密码 你好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明天晚上七点半不请你 你的邻居 好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们第一次见面 就可以这么坦诚相见 也太具有戏剧性了吧 我倒觉得那个阿修长得蛮帅的 在经历过这种 一根熊救美的戏粉之后啊 你有没有产生过 以身相许的感觉呢 你 有 不过真没想到 你那么讨厌的邻居 成为了你的救命人 我也没想到 他居然 不是那种没素质的人 还有那种什么当当当 这是什么工作方式呀 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这还用猜吗 肯定是 温大人最帅 闭嘴 你看谁来 今儿怎么这么早啊 我跟你说 我那神明邻居又约我了 神秘邻居 神秘邻居 阿修 你对你神秘邻居的印象是怎么样 当然是个大美女 那你坐过来 坐这儿 你看看我身边这位美女怎么样 这个是你的朋友 你看呀 是你啊 是你啊 怎么样 你家门修好了吗 修好了 昨天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放一鸽子的 你知道我被反锁了 没事 对了 你昨天找我 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吗 其实 其实是你昨天打扰她休息了 是 每一天都打扰她休息了 我是一个单身狗嘛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 把所有的朋友都聚集在我家陪着我 难怪人家说 一群人的狂欢等于一个人的孤单 你真是太寂寞了呀 你这话说的太有哲理了 我真希望早点能认识你 对了 你怎么会摩斯密码呢 我以前特别迷风生 也想写个类似的小说 后来就去学了密码 结果密码学会了故事没写成 你呢 你怎么会 我啊 其实我是小的时候 就对摩斯密码特别地感兴趣 你还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认识 会摩斯密码的女生 对了 我点了肩膜凤爪 特别好吃 你尝一尝啊 对 我提前也点了一份卤鸭蛇 你也来尝尝吧 行 来 来 来 绝配啊 这不就鸡同鸭奖 谢谢师傅 是的 只要肯为对方着想 就没有鸡同鸭奖 因为 只要肯用心沟通 就没有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是我 没关系 会被偶尝 没关系 对方 没有 的 我 ente 词 能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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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